十二 对人才之取舍何别 天下之祸优劣何何之因 所惠国也 为一体之和 不可分割之 由是建立而不取祸 优之何祸 故收获而取优舍劣 视为离业 我们怎样去发现 分别和取舍人才呢 天下的每个人 都有好的一面 和不足的一面 并由此 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 合和整体 优劣好坏 都汇聚于此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其缺点和优点 人人都各具所长 各具所短 因此 如果我们见到一点错误和缺点 就不去用这个人 那么 他的优点 我们也就得不到开发了 所以 扬长必短 纠正 或者尽力地去掉他的缺点 而运用他的优点 发挥他的长处 这 就是社会 和我们所要用人的真理 阻力地去掉 根本 就不去掉 阻力地去掉 轻力地去掉